做事先做人,经商先利得,是老街商人的共识,无论生意大小都不会改变。 在老街,有很多烧饼铺,周村烧饼,不仅是老街人最惦念的乡愁滋味,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购买。 隔得非常的近,都能听到这种酥脆的声音,酥香薄脆,酥香薄脆的烧饼,好吃,对吧? 王春花从16岁时就跟着师傅学习制作周村烧饼,到现在已经30年了,她记得师傅教徒时,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薄的是烧饼,厚的是良心。 薄就是对技术的追求,一斤面粉可制作60个周村烧饼,每个直径约在13公分左右,烧饼上约有芝麻2000粒,做出的烧饼薄乳脂,芝麻香,落地及碎,入口有响,厚就是对品质的保证。 烧饼制作共有9大工序,除和面包装等用机器外,一些关键工序必须靠手工用心完成。 然而,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,为了扩大生产规模,王春花所在的食品厂决定,敢在春节前的销售旺季,投资几百万元,购买机械化加工设备,生产全部自动化。 产量很高,一次就几吨,一头就是两三端头面,而且全部流水线下来。 第一批烧饼做出来后,大家惊喜地发现,机器做出来的烧饼形状统一,厚薄均匀,相比手工制作的,在品项上有了很大提升,一时间市场功不应求。 可是,没想到,年前卖出去的货,在年后就遭遇了消费者的退货潮。 口感就不行了,因为口感它是没有那个手的那个感觉,它是像饼干,它而且起泡,它很少起泡的,松和酥的感觉都没有了,就只是硬,它还不是脆,它是硬。 事情发生后,王冲花意识到,坚持传统手工艺,才是老四号传承和发扬的秘诀。 那套昂贵的机械设备,只生产了三个批次的产品,就被停用。 尽管损失惨重,但王冲花依旧觉得值得。 手工的东西,老祖宗研制了那么多年,她肯定有她独套的东西,师傅,她情感,她的注意力,她专注的程度到那儿,她做出饼,肯定是好吃的。 此后,王冲花又重新实陷了手工制作的技艺,并一直延续至今。 2008年,周村烧饼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入。 2017年,王冲花成为周村烧饼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。 千年时光中,周村老街就像是一座大舞台。 无数商家在这里演绎出一幕幕女方唱罢我登场的精彩故事。 面对时代的发展,这里的人们始终坚信,唯有懂得台字道声,立员一曲的声音,才能拥抱活力,勇气呼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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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